想問侍玲 是 鮮肉比較好吃 也是 鮮肉比較好吃 他真的吃耶 他在劇裡面 你真吃是不是 對 真的現在有一點點檳榔嘴 糟糕了 吃太多 因為檳榔咬多了這邊就會開始大 會 然後他的肌肉就會往下拉 所以這邊就會看起來比較平 這就是所謂的檳榔嘴 我還以為檳榔嘴是 嘴巴紅紅而已 也有 因為如果說吃紅灰的話 應該是看裡面包的灰 有些紅灰跟白灰 然後 紅灰的話就是會 就真的很紅 我沒有辦法接受士林教大家吃檳榔 我覺得很奇怪 我太認真回答 我太認真好 不過說老實話 因為台灣的劇組大部分 因為要熬夜 然後又 常常這個很累 會吃一點 聽說你一場戲最高吃到60顆 沒有 那是我自己不好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 因為剛好拍到 我拿一顆新的 結果那顆鏡頭要拍好幾次 我就只好一直拿新的 然後 它其實跟口香糖的原理有點像 就是你一開始吃的時候 是最有味道的 跟效果最強的 對 然後所以那一場才會 有一點 受傷 因為你就一直吃新的嘛 所以嘴巴就開始有點 就有點問題 因為一般他們不會 這麼短時間內 一直吃新的 一直吃新的 他們會像口香糖 就嚼到沒有味道 或是開始 對 剩硬的纖維之後 再補一顆或是吐掉 講實話那個會非常不舒服 短時間一直吃 除了 腦袋會開始昏 不過覺得腦血管要爆掉 這麼誇張喔 會這麼快有反應啊 對 因為它是有效果的 對 那我想請問你有上癮嗎 拍戲期間這樣嚼下來 有沒有不嚼了以後 覺得怪怪的 有一點點 因為可能是因為 那個時候短時間內 量太大 然後所以拍完之後 以前經過檳榔攤 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不會特別停下來看過 可是我接拍完 剛拍完的時候 路過就 不是 不是 路過就是有被勾到的感覺 就會多拍 對 真的 然後會想說 看一下 再吃一點 可以嗎 可是就是 就會發現 欸我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就趕快習慣 然後這個 就不要 又怕真的會 對啊 是不是孟耿如